过年想吃点甜的要特别注意了 因为现在有好多的甜食里面都加了甜筋 台北有一件60年的老四号牛嘎糖 就强调它们完全没有任何的添加物 也没有防腐剂 制作的过程还让牛嘎糖吹冷气 才会吃起来口感特别柔软 生产线忙到停不下来 一到60年牛嘎糖老四号 就得全员待命轮班赶货 手工制糖火候全靠人拿捏 但老板讲究的不止从煮糖开始 花生是北港的 找不到的干果全得靠进口 讲究健康糖度降低 但料得加得更多 为了让口感更软 半成品还得吹冷气 而让消费者一试成主库 靠的是老板的这一点坚持 原则上我们的糖都一定是采用纯天然的素材 那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 人工香料人工色素 没有添加任何的人工合成物的时候 其实在制作上时间本来就是会拉长的 不计成本慢工出细活 让高品小店变成生产线 一到传统节气 业绩就暴增 出货量会是平常大概六至八倍左右 我们是两半次 最高记录三天睡不到八小时 但老板还不断研发新口味 抹茶 夏威夷豆 风物味 不知巩固老顾客 还要吸引人心群群 那就是此生产的 中文字幕——YK